欢迎大家来到成都 在本届大运会上 荣宝不仅化身为纪念品 还化身为机器人 在生活服务方面 大运村还配备了能够双臂拉花的咖啡机器人 以及新一代AI翻译系统 这个系统采用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技术 可提供83种语言在线互译文本转换和语音合成服务 乒乓球桌前 机器人的一只机械手臂 稳稳举着乒乓球拍 给运动员喂出漂亮的发球 这些都是智慧大运理念的体现 成都大运会采用了很多前年科技 从筹办到开幕 从场馆建设到设备服务 共计170多个高新制造深入比赛场馆 大运村等空间 为半赛 参赛 观赛提供科技支撑 让赛事体验充满了科技感和趣味性 一种特别的技术 一种特别的技术 是使用了一些副技术 从5G到5G 到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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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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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所以,你以为这些新的发展? 首先,今天我做了一个有趣的体验, 在电视台中, 因为我还会玩游戏跟机器, 我完全失败了, 我完全失败了, 但我必须要试试, 现在有很多技术, 如果不是 FISU, 我们的同学们, 他们有很接近的关系 中文字 ellas están在家里 tто learn to exchange the experience and to see how this intelligence and this modern technologies can be involved also in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sports but also in the development of city development of sport itself you know and I think this will be the future and if we already compare our generation if their young students is completely 完全不同的世界